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太牛王一博真不愧是 小金珠参加的三级街舞衍生GMV超8亿 很多时候娱乐圈艺人的价值体现 仅仅在于自己 那是一种由虚假的粉丝经济堆砌出来的幻想 甚至于是艺人团队的手笔 给品牌方营造一种艺人很红的假象 而只有当一个艺人能够带动与他有关行业经济的发展时 才能证明他是真的红火 而不是背后经济公司的运作 当初乐华娱乐要上市时 80多页招股书里提及王一博之处不胜美举 王一博更是三年为乐华带来超10个亿的营收 乐华旗下作为赚钱的就是艺人管理 而艺人之中最优秀的无疑是王一博了 可以为自己公司赚钱 也许对于一个艺人来说是基本操作 只是多与少的问题 可一个艺人可以连续三年为自己参加过的节目 带来不小的营收时 那才是真的厉害 这就是街舞第五季已经落下帷幕了 这个节目走过了五季 王一博陪伴了三季 从第三季开始 王一博就一直与该节目有着合作关系 同时 王一博形象的各种周边节目也会在平台销售 在这就是街舞的官博宣发之下 大家清晰地看到节目第三 四 五季 所售卖的衍生品GMV合计超8亿 这是什么概念 可以说 这就是街舞已经是国内最赚钱的综艺节目了吧 现如今各行业这么如此艰难 不慎景气的情况下依旧有如此亮眼的成绩 王一博第三季刚来 这就是街舞时 不管是整个节目的热度 还是平台的招商都与之前有着巨大的不同 热度节节高升不说 王一博的品牌代言也通通去到节目里玩玩 加上节目组售卖的毛巾 手办等 靠王一博赚的是真不少 这就是街舞总共五季 王一博所在的三季之中 因为王一博的存在 节目组多赚得多少钱 有多少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在一类衍生品之中 有多少人是冲着王一博来的 也只有商家自己清楚 不指定具体哪个队长 随机发货是对滞销品最好的保护 其实喜欢王一博的时间一久 你就会发现王一博的确是个 小金珠 无论哪个行业与他有了关系 都会有好运 他被鞋贩子攻城 财神爷 一双他穿过的鞋子 第二天立刻涨价 他跑过的摩托车比赛 因为他门票 翻了N番乐华娱乐 因为他的存在 三年赚了那么多钱 如果没有王一博 光平杜华的运作 那些小艺人十年 都赚不了那么多钱 一个街舞节目 他自带无数冠名商 让节目赚得盆满钵满 与他合作 品牌方一年效率销量 提升30%左右 他周深的影响 都能把和他相关 这类利益方面 拔高到这种地步 与他有关 皆能有财运 这才是有本事的艺人 王一博的商业价值 已然在代言品牌方 那里验证了 但那些是他的代言 粉丝们最先冲得 如今王一博参加过的节目 都能有如此高的周边销售额 谁看了不说一句 王一博真牛呢 如果你还能失败了 那我可以进败了 王一博的 那有金 我希望有引败了 我能不思认 那quela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